大家好,繼續回到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204-6566 又或者繼續傳電郵給我們 Sir,不如和你看一下 剛剛公布業績的康師傅編號322 股價方面表現一般 最主要見到業績方面順於預期 暫時跌近超過4% 佈22.35 可以一齊看看業績方面的內容 第三季順利方面升19.4% 去到1.6億美元 見到第三季的業績額方面 按年升33.62% 去到接近30億美元 毛利率方面 按年升4.18% 去到31.32% 而IBIDA方面 按年升33.2% 去到接近4億元 而順利方面 剛剛都提及過 升接近兩成 去到1.6億美元 我先問問你 這份業績你又怎樣看 其實市場解讀是否很差 見到股價也跌下來了 增長不算太差 9個月的順利 有4億4千萬美元 也增長22% 不過市場一早給你40倍的市盈率 給你 預算你的增長不止22% 所以一旦你的增長 比市場預期為差 股價自然插 跟騰訊是一樣 騰訊市場比起30倍的市盈率 一直比起這麼高市盈率 預期業務持續高增長 不過當它的增長勢頭一放慢 市場比的市盈率就沒有那麼高 比起38倍 現在32倍 32倍和38倍 意味著股價有進一步下調 康師傅的股價 近期來說 也有少許出現一個雙頂的形態 大家看看 其實高台上 25元那下我不要說 24.5元一拉過來 其實形成一個頂 現在比較關鍵的就是 22元或者22.1元 現在這個低位22.1元 這個已經是9月的低位 一旦跌穿了 意味著在這塊買貨的 全部都要輸錢 後一個階段 可能走勢會比較差 因為在8月份 一枝羊竹兩枝羊竹 都不知道為甚麼 突然間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枝羊竹就抽了上來 可能是 想說做披繩 即是配股 據聞就因為 叫價過高 可能後來告吹 但無論怎樣也好 在給40倍的市盈率 已經是 預計業績 特別好 不是單止好那麼簡單 但當你的業績公布出來是好 不過沒有特別好 你估價也要跌 因為升在線 值得提的就是 22.1的防守性 一旦有失 情況真是不妙 有機會跌回 20元正在阻礙水平 事實上這一分鐘 尤其是一兩天 兩下跌已經跌穿10天 20天和50天線 如果 大家見過24、25元 想說現在去搏的話 我想你就收拾心情了 你寧願 22個嶺 大家都是這樣 買一隻 中人壽好過 最低限度 防守性比較強 直到現在這分鐘 康師傅的市盈率 以往績來說 也有38倍 我覺得仍是高 好 看回康師傅的業績細節 提到期內 主要的原材料價格方面 較去年同期 就有所下降 導致集團的模擬率方面 同比上升4.18的百分點 去到31.32% 相比過去8個季度 這個模擬率 都是為之高 先問問郭老師 原材料價格方面 即是有改善的情況 但這個勢頭可否持續 近期來看通脹數字 的確 情況一直都是受控的 但通脹現在去到1.7、1.8% 再大跌的空間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大 只不過 經濟下限的形態 比較明顯 消費方面 都有一些勒著勒著勒著的感覺 所以物價自必然受控 但當經濟回暖的話 一般來說 物價都會略為升溫 對康師傅來說 其實這方面的影響是會有 不過我引用剛才所說的 業績其實不是差 在這個環境有22%增長 但如果你說 通脹升溫或者物價上升 除非它的產品售價能夠提價 將通脹帶來物價升溫的因素 轉嫁給消費者 如果不是的話 利潤 是會被侵蝕 尤其是現在 相對通脹數字比較低 我自己覺得這方面 不是太樂觀 因為物價 不可能長期升 更加不可能長期跌 13億人口 始終有一定用的需求 一旦 物價稍為不要說升 回穩 其實 物價下跌 引致那個 營運開始減少這個因素 已經漸漸被淡化 到最後 又要看回營業額 銷售藏房 如果能夠 保持一個 強一點的增長勢頭 也不是太差 只不過刺激性就是很有限 因為市一早升盈市 股價 已經是30多倍的市盈率 一早給了你一個比較高的股值 就算業績真的好 賺大錢 或者增長步伐比較明顯 不然市已經反映了 驚喜真的沒有 反過來 若一旦業務 稍為放慢 甚至乎增長放慢的話 股價立即插水 我自己覺得 任何角度來講 刺激性 一般基本上不大 我也不建議投資者 去低級 康師傅就一般的 有錢的話 又或者要買的話 也買回其他板塊 好 說到內地食品股方面的情況 跟進下這個板的表現 見到中國糧油方面 現價到4.41 沒有升跌 康師傅就出了業績 最新股價表現 跌9毫 跌接近4% 22.4 中國食品升2 乳潤方面 升2.7% 5 帶成食品升2 1.14 另外 蒙牛羽葉跌超過2% 跌4毫半 只報21.5毫 而會員果汁 升4先報2.5 中國旺旺方面 升1.9%報10.62 而天日果葉 下跌1先報1.07 合生源方面 跌超過1%報21.75 如果說到這個板塊 阿Sir順便看看 中國旺旺 151 暫時來說 這隻都可以升 接近2%報10.62 其實這隻 PE 都比較高 這隻又好買嗎 如果要選擇的話 是否始終都是那句 不要買這個版 你真是好 選擇這些都是相當高PE 旺旺更厲害 43倍的市盈率 其實 就算業務 增長是 優於預期 都好 這個估值 已經給了 我自己個人 對30倍以上的市盈率 一直都有戒心 對40倍以上的市盈率 老實說 就算賺額 我都不會賣 亦都不會推介 好像以前國藥曾經試過40多倍市盈率 你看當時的股價和現在的股價 差幾元已經知道 43倍的市盈率 息率大概離半左右 其實老實說 要選擇的話 我一定不會選擇 當然不止 股價由11.68倍的回落 其實相對來說 現在都屬於一個叫做 咬住高台 不下的格局 但始終股值比較高 如果一旦10.03倍失守 就比較麻煩 OK 格Sir 都是那句 PE都比較高 不如轉換另一個問題 找到另一隻 PE低一點 完全是另一個版塊 就是收息股 有這隻 823零匯 這隻 在下一個交易日 就會隨正 這隻PE 暫時 都去到 9.6倍左右 現價方面 今天更加創了一個新高 去到41.4 如果要買這隻 是甚麼好選 格Sir 其實一直都在升 直到現在已經創了一年的高位 估值那方面 是9.6倍的市盈率 息率是3厘 和早前來說 有4厘多的息率 其實現在的吸引力 已經稍為下降 不過 領匯旗下的商場 的租金 收入是相當穩定的 由以前 屋邨的商場 包括一些 賣地拖、賣掃帕 大眾化的商場 到現在 其實來講 有少少品牌 格調也高了 其實 租金收入也比較穩定 我自己覺得 如果單單是說一個 比較保守的投資者 一路持有領匯的話 大可以放心 但如果你說 早不賣前賣 我現在41個搖背 我才追下去的話 老實說 技術上 就摸高了少少 好 那先謝謝 郭Sir最後也做回申報 我們這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剛剛說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OK 謝謝郭Sir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想問我們問題 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易設 204-6566 又或者可以 傳電郵給我們 問問題